而疫情解封降级之后大众生活也逐步恢复正轨 那么瑞瑞青莲寺佛旦节今年也是疫后的首次办理 因此管委会不仅是扩大办理 以往疫情期间而缩边的绕经活动 走七星桥解厄以及专教底齐安 祝寿大典等等的系列活动 也将会从24号起到26号一连三天来展开 而管委会也欢迎各界信众通瞻发喜 瑞瑞青莲寺迎接三年疫情解封降级后的第一个佛旦节 从环境清理到活动文书工作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 从活动组继一组到公关组各组别共同分工各司其职 作证指挥的管委会主委陈辽安表示 一年一度的佛旦节系列活动将从24号起展开 青莲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神教班 也就是女神教班跟男神教班 这个都在日记时代就已经发展到现在 那这一次除了他们会在佛族 祝寿时候来做一个表演之外 那他们还是自主性的来制作福气饼 总共制作3000个 就是说在我们绕境的时候 经过国中小学或者机关团体 他就会发放给我们的这个学子来享用 能够得到佛族的庇佑 三年疫情期间 佛旦节清除活动不是缩编取消 就是不对外开放 如今解封降级 大众生活也逐步恢复正轨 管委会也欢喜宣布 今年的佛旦节相关系列活动不仅恢复 更将扩大办理精彩可期 初七是我们的全乡绕境 那初八早上就是正式的祝寿活动开始了 然后那一天早上我们有新生的一个项目 就是过七星桥 七星桥 七星桥这个活动啊 在这个佛教或道教里面都非常的出胜 那这一次由我们的友工啊 友工他来提供过七星桥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说要来改运 这个改运 然后这个消灾解杀 除了先行办理的佛祖碑 曼磊赛之外 佛旦节系列活动从24号25号的绕境 及夜巡清静26号当天重头戏过圣火 走七星桥解饿 以及专教底齐安 还有祝寿大典 齐安晚会等等 一连三天的佛旦庆祝活动 邀请乡亲民众共襄圣举 同瞻伐喜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